静上行天下 不但要以家业为重 更要兼济天下 你又能否做到 唐儿能做到 看着苏家过去 从无女子掌印一说呀 那就开了这仙河 说得好 就这么定了 一年一度的苏氏宗族巨影 是决定掌印的归属 苏唐儿一介女流想得到掌印 必定是艰难万分 二叔拿了一些账本给老太爷看 诬陷苏唐儿为了得到掌印 不惜在账目上动手脚 苏唐儿虽然知道这账本是假的 但是二房父子一直在旁边煽风点火 让宗族里的长辈也开始怀疑起来 母亲健壮在一旁开口 想证明苏唐儿清白 反而却帮了道忙 在这里 我偷偷告诉你一个表情包彩蛋 评论区输入发送狗头家抱拳 就会解锁一个全新的表情 解锁的表情在最后面可以看到 苏唐儿只好让老太爷给他两个时辰 把所有的账目捋顺一遍 苏唐儿对不行的生意都是亲力亲为 对美笔账目更是了如指掌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将新店开张几个月的账目全部弄清 正当苏唐儿能自证清白的时候 刚才母亲说的话却让二叔抓住了把柄 不过 刚才大嫂说 唐人若是造假账 丝毫不会露出破绽 如今这账目规整 也算是 制假的能力吧 而此时的宁毅正在南德学院 跟秦相国下起 耿护院找到他告诉他家中出了大事 正当苏唐儿被急急国王攻击得无计可施时 宁毅带着厚厚的账本赶过来 原来他将新店的每一笔账目都有留存 苏唐儿看到宁毅心里也踏实很多 经过老太爷的验证 所有账目没人任何问题 老太爷以前担心苏唐儿掌印 会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还好现在有宁毅 老太爷也放心地把掌印交给他 可二叔又出言阻止 又以苏唐儿是一介女流 掌印苏家怕是不妥 可就在此时 就连婚礼都没参加的神秘父亲 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也许此时的出现 也是对苏唐儿的认可 更是让苏唐儿明白 这么多年父亲一直反对 他同伤的良苦用心 掌印之人 不但要执掌苏家家业 更要肩负起我苏家不行的兴衰重任 身为女子 却希望走上这样一条荆棘之路 必要付出比男子多十倍的心力 你能否做到 唐儿能做到 俗家家训 孝敬长辈 帮扶平辈 必有弱小 你能否做到 唐儿能做到 敬尚行天下 不但要以家业为重 更要奸祭天下 你能否做到 唐儿能做到 看不过苏家过去 从不女子仗义一说呀 那就开了这仙河 说得好 就这么定了